哈喽大家好 我是馆长 咱们有粉丝想看馆长挑战30个欧巴嘎 这个难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咱们某个零吧 咱们挑战三个 嗯 这个难度我觉得非常合适啊 好 咱们直接开始 哎呀 我感觉这三个一下难度降了这么多 馆长都有点不适应了 嗯 这里能打到我 我直接以后就成娱乐主播 好吧 走 这三个 今天要是这三个能把馆长翻车的话 馆长直接成娱乐主播 刚刚主要是因为馆长没说开始 你知道吧 啊 馆长拿出我们的什么呢 失败的man 失败的man闪亮登场啊 我说了啊 只要你能让馆长翻车 咱们直接以后就成娱乐主播 好吧 咱们上来 先给大家来一个music 啊 只要馆长不下去 那我就不会翻车 对不对 那不翻车 那馆长就是什么 就是技术主播 走 好 咱们去那边 咱们再去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咱们去那边吧 可以给大家卡个视角 啊 卡个视角 啊 一生之敌欧巴嘎 走 他们还没过来 还没过来 来了 啊 我发现在欧巴嘎跑的是真的快啊 啊 但是馆长啊 完了是什么 失败的man啊 我觉得馆长玩啊 就不能叫失败 这个叫什么 成功的man啊 成功的man 在这个视角 他们打不到我 看一下 很生气啊 很生气 哎呀 走了 好 排队啊 他们待会要跳进去啊 跳进去 咱们咱们等他过来的时候 咱们就往那边走 咱们细耍一下 细耍一下 好 这个欧巴嘎没有过来啊 直接追过来了 啊 馆长是什么 铁定侠 啊 铁定侠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啊 上战歌啊 上战歌 好 好好看啊 好好看 走 伸法 伸法 哎 打不到 走 走 走 跳 啊 伸龙白尾 哎 咱们把技术主播打在馆长的同名上 咱们这一期直接 顺利 逃脱 哎 我的屁股怎么掉了 咱们把他过来 咱们把点换一下 咱们把电销里面放在一起 咱们把电销里面放在一起